大家好,我是猫博士 都说壮脸不可怕,太像真尴尬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很像家猫的三种动物 第一位出场的是反查蒙强烈的兔孙 兔孙浑身长满了柔软密实的毛发 腹部的毛发有极细长,是背毛的两倍 这与它生活的环境有关 兔孙多栖息在荒木、戈壁等平基的地区 生活的海拔最高可达5000多米 厚实的毛发有着保暖的功能 可以让它长时间在低至几十度的寒冷天气中进行狩猎 兔孙的毛发较浅,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能有效降低敌人或猎物的注意力 它的耳朵不是高高的竖着 而是在脑袋两侧稍低的地方,显得头很圆 这样的相貌特征不容易露出耳朵 追捕猎物时还将自己隐匿起来 圆乎乎的脸时常做出凶狠的表情 看起来奶胸奶胸的 它大部分的腿都被腹部的毛发掩盖 这样一来就显得体型有点短促笨重 在过去500年间 兔孙依然保留着原始的面貌 属于最古老的猫科动物之一 与呆萌可爱的外表不同 兔孙有着狂野残暴的个性 比起家猫奶要凶狠得多 从未被人类驯服过 作为一名吃货 兔孙可以说是无肉不欢 喜欢吃鼠兔、野兔、杀鸡等动物 或者是刚出生的盘羊 别看它披着一件厚实的毛大衣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敏捷的身姿 喜欢躲在岩石背后的它 时常会冷不丁地窜出来 窜至一米多高 迅速将猎物捕获 带至岩石洞穴内 然后再慢慢享用大餐 第二位要介绍的呢 是最神秘的猫科动物 石蚊猫 石蚊猫又称云猫 石斑猫 身上有着细长松软的绒毛 绒毛上布满环状或点状的斑纹 尾巴长度接近体长 上面还有6到8个黑白相间的环 因身上的纹路长得像云豹 又有小云豹这一别称 这样的斑点 适合在斑驳挫杂的草丛林间生活 在户外运动时 不易被敌人察觉 其实说起石蚊猫 大多数人的印象都不深刻 原因是它实在是太神秘 太低调了 一直过着影视般生活的石蚊猫 在1976年首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而后足足隔了30多年 人们才再次发现它的行踪 为什么石蚊猫会如此神秘呢 首先石蚊猫的认称期较长 且不固定 每太只缠两个幼崽 出生率低 注定了这个群体的整体数量不高 其次 石蚊猫生性高冷 比起热闹的群居生活 更喜欢独来独往 几乎看不见 它们成群结队出行的时候 这样一来 平时分散活动 自由捕食的石蚊猫 就更难被发现了 而且石蚊猫的嘴比较叼 吃习惯了鸟类和松鼠 对于其他不熟悉的食物 不喜欢也不愿意尝鲜 因此人们难觅它的身影 如今石蚊猫整体数量属于低密度 没有一个区域族群超过1000只 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近微群体 对于这样的群猫 我们也只能允熄猫了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 是野外生存的治疆王者舍利 因为外形与猫十分相似 体型又比猫大 因此又被称为山猫 舍利集权了在野外生存的所有装备 厚实保暖的毛皮 强壮有劣的四肢 脚底踩着厚厚的肉垫 头脚伸长 两颊又垂下的毛发 远远望去 舍利仿佛就像是一位优雅的模特 在走着台步 她天生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 她四肢发达 但头脑一点都不简单 擅长野外捕猎的她 忍耐性极高 看中一个猎物 可以几天几夜 卧在同一个地方 一动不动 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而且舍利还是一名游泳健将 猎物要是逃到水中 她也会一同跳入水中 继续展开穷追不舍的追击 当自身遭遇危险的时候 舍利就会爬上树 进行躲避 或躺在地上 假装死去 以此来避开敌人的追捕 对于伸手脚节的野兔来说 舍利是他们的强敌 舍利每年可以杀死 当地10%到40%的野兔种群 舍利身上 耸立着两层黑色的毛发 可以用来增强听力 轻松察觉到 75米以外的猎物动静 视力听力极强的她 想要捕食野兔 野猪 陆和狼等猎物 通通都不在话下 不仅如此 舍利为了诱宰以后的生存 不受威胁 甚至会主动猎杀狼 根据记载 20年间 舍利已经猎杀了数十头野狼 现如今舍利的数量 栖息地在逐渐减少 甚至有些地方 差点濒临灭绝 不要让自己的贪婪 毁掉一个物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 字幕——YK 就会有双兜 挺有双兜 规模 university ad서 那 aired